美味素食简单做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分享超级下饭的纯素家常菜 美味第三鲜 一起来看一下吧 茄子一根洗干净以后,滚刀切成小块 然后加入一大勺红薯淀粉 均匀的抓在茄子的表面 让茄子表面都沾上薄薄的一层淀粉 然后再来切一个土豆 也是滚刀切成和茄子差不多的小块 再准备两个青椒 对半切开 把青椒切片 最后我们再切一点姜末备用 取一个空碗调个料汁 两勺生抽 一勺素蚝油 一勺松茸调味料 再加小半勺白糖 半碗清水 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 锅中稍微多放一点油 我们先把土豆放进来炸一下 炸到土豆的边缘像这样有一点金黄就可以了 先捞出沥干油分 接着我们把茄子也放进来炸一下 把茄子也是炸到表面酥脆 有点金黄 捞出沥干油分备用 最后我们把青椒也放进来过一下油 不需要太久 大概十秒钟就可以捞出来 经常会有小伙伴问我 炸过东西的油怎么处理 我一般都是会把油直接过滤一遍 过滤出来的油拿来炒菜 尽量翻到五天内把它吃完 好,我们把锅烧热放入一勺油 先把姜末放进来爆香 接着把我们调好的料汁全部倒进来 料汁烧开以后把土豆先放进来 稍微先烧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把我们的茄子还有辣椒都放进来 一起翻炒均匀 这时候可以尝一下味道 如果不够的话可以再偏一点点 味道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关火 做到简单美味超下饭的家常菜 纯素第三鲜就做好了 茄子非常的软糯鲜香 土豆也非常的入味 好了,本次的纯素第三鲜就分享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